中东局势持续升温 继以色列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与黎巴嫩真主党多名领袖后 伊朗正式对以色列展开攻势 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 向以色列发射了将近200枚导弹 并警告如果以色列再次犯错 将会出现第二波更具破坏性的攻势 昨天入夜以后 以色列首都拉特维夫上空闪烁着火球和火箭残骸 不过这些导弹大部分都被以色列空军 和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合作拦截 被拦截导弹的爆炸声也此起彼落 这一天是逢以色列迎接犹太新年的前夕 整座城市响起超过1800次的警报 以色列在社交媒体X平台发布这张图片显示 有多达1000万平民成为伊朗炮弹的目标 迫使居民进入防空式避难 无论如何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发声明表示 由于当地居民的冷静应对和遵循安全指示 受伤人数得以控制 至今仍未有已知的死亡案例 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 称这一次导弹袭击是针对以色列 分别在今年7月与上个星期杀害哈马斯前政治主席哈尼亚 和黎巴嫩真主党已故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展开的报复 伊朗坦言 以色列的军事中心和设施是他们的目标 但由于可能的误判 袭击或是导致平民受到攻击 当然 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弗的个性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扬言要伊朗为自己犯下的重大错误付出代价 相较于以色列境内络绎不绝的导弹雨警暴声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天空则是绽放着烟火 真主党成员巴勒斯坦团体和伊朗支持者对空中鸣枪进驻 作为伊朗盟友的哈马斯则赞扬伊朗的攻击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哈马斯在声明中表示 祝贺伊朗伊斯兰革命队 对巴勒斯坦被占领的大片地区进行火箭发射 此前 黎巴嫩一些真主党支持者和其他人一直批评伊朗 称该国出卖了真主党 有些人还表示 由于德黑兰没有被暗杀的哈尼亚报仇 这让以色列更加大胆 去年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与哈马斯爆发战争 以军过去两个星期升高对黎巴嫩的攻势 包括最近开始的地面行动 让各界热议担心 伊朗和美国将会卷入这场区域争端